每当我们照镜的时候 只是看到简单的一个影像 我们对生命的了解 也只是简单的一铃半爪 一面镜子 只能反映出我们的外表 要切实了解自己 就必须求诸内心 所有宗教信仰都相信 人是由两部分组合而成的 躯体和本体 躯体就是我们看到的外表 而本体就是我们的灵魂 一般人对灵魂的概念 都是一知半解 根据黄道瑜伽 灵魂只是一点微细的光源 一股推动我们身体的原动力 人生出现种种问题 是因为我们忘记了自己的本性 因而生活于一个 静花水月的世界里 只见幻影 不见实质 只要我们能了解到自己的真我 我们的处事态度 便会完全改变过来 世界上不再有中国人 欧洲人和非洲人之分 全部都是兄弟姊妹 同属灵魂的本体 没有人种的隔膜 沉思冥想 能够令到我们实际体验这些概念 改变我们的人生 我们一旦明了 灵魂的力量和本质 一切的长处和美德 都能够彰显出来 我们可以体会到 和平 爱心 快乐 和幸福的境界 这个境界并不是遥不可及 一切都潜藏在 每个人的内心深处 每日提醒自己 我是一个平静的灵魂 不必舍尽而求远